大家好,我是Johnson,我做的題目是這個,跟總統大選擇班 那選舉前半年的時候,新聞媒體會開始針對各式各樣的議題,請候選人表態 然後做出像是這樣的比較表明,讓我們比較候選人之間的一同之處 那四大報過去兩個月內曾經刊出這些比較表 可是每一張表他們的切入方式都不一樣,沒有一張表包含了全部的面相 而且如果我們仔細看看內容的話,其實也會有一些疑慮 例如說宋楚瑜提出這幾點證交稅的主張,我找過後面這些地方 我都找不到宋楚瑜曾經說過這些話 於是說我就弄了一個總統大選承諾一欄表 現在打開hacktable.org斜線,President2016就可以看到 那上面呢是把130多個承諾分成10個不同的面相 並且每一項承諾都可以看到出處 然後呢,移到有底線的字上面的時候呢,也可以看到更多的胡同說明 那最近我們這兩天來做的成果是這樣的,就是這個表其實之前就做得差不多了 我們這一次做的呢,只是把剛剛看到的那些落落的文字 變成是更像表格的東西 我們的做法是呢,我們使用一個MRG coding scheme 就是政治學,國際的政治學上面用來,專門用來分類 標記每一個政治人物所講的話的一種立場標記方式 然後呢,我們就把它們標記 所以然後,然後再來就是每一個格子我們就用就是 這個格子裡面呢,所佔的最多的標記跟次多的標記來做分類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喔,像兩岸立體裡面呢 蔡英文他比較,他有提到比較多的所謂的國防 然後,同就主要是在就是闡述他的這個兩岸的一些意識形態這樣子 然後他背後是有可以開放編輯的Google Doc 裡面的內容跟註解都會跟剛剛看到的表格同步 目前有四個人,現在有六個人一起編輯這個表格 表格裡面的內容也是意外4.0釋出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總統版的證件給虧嗎? 野生官網,還是證件評審團補登獎,還是立場人包嗎? 我們所有證件全部都放在上面,想要的話可以直接給你 而且每一條都找得找出處 而且我們也有YML的格式可用取用 那Google總統大選承諾他會是在第四個這樣子 所以說晚上的話,我會在PET的居民裡 或是一間跟Facebook群組發文這樣子 所以就是讓大家多多分享 讓這個表格發揮他的功用 然後讓大家可以知道更多這樣的證件資源這樣子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大家